需要什么样的子弹 才能击碎五厘米厚的防弹玻璃 我们先从第二长部枪弹开始 使用鲁格LC2转轮手枪 这种子弹的威力还是小了点 只在玻璃表面留下了一个小凹痕 下面上场的是格洛克素 发射9毫米子弹 这次出现了有意思的萤幕 弹头竟直接镶嵌进了玻璃 弹在玻璃背面仍然光滑如初 我们继续加大口径使用M1911 发射点45ACP子弹 这种大威力子弹虽然还是没能打穿防弹玻璃 但也将它打出十多条裂缝 现在上场的是史密斯威森N629转轮手枪 发射点44马格南子弹 子弹再次镶嵌进玻璃 看似也打出了很多裂缝 但其实弹头最多只穿透了一厘米 下面这个大家伙是史密斯威森N500转轮手枪 因威力过大也叫它专门手炮 发射点500马格努姆大威力手枪弹 不亏为威力最大的手枪 子弹直接射穿了防弹玻璃 在后面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穿跑 我们先换一块新玻璃再接着测试 这次用的是CZ550大象枪 听名字就知道它是专门狩猎大型动物的 发射点500N黄虫弹 这威力不是一般的大 不仅将后面的空心砖给真碎 并且爆炸的碎片还将桌面打出许多穿跑 但最终还是没能击穿玻璃 这时细心的网友可能已在提出异议 认为玻璃不能贴着砖头板方 所以大壮决定将四块玻璃单独叠在一起板方 它们加一起的厚度达到约20厘米 看断这次能击碎几块 这场面实在是太精彩了 子弹穿过第一块玻璃后 被第二块给挡了下来 此时的弹头并没怎么变形 能有这个成绩足以自傲 下面我们继续加大口径 使用这把CC700双管猎枪 发射变态的点700n黄铜弹 据说一颗就要650元人民币 这次将距离拉近到一米左右 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 出乎预料的是子弹就卡在了第一块玻璃上 在背面能看到一个大骨包 尽管穿透力并不理想 但其巨大的能量 还是传导击碎了后面两块玻璃 只剩第四块玻璃仍然保持完好